台北市疫情持续趋缓中 大众运输人潮回流 为了提升民众搭乘公车意愿 交通局规划搭公车及好运抽奖活动 从即日起到10月底 每周都会抽出精美家电 游戏主机 美食餐饮券等超值好礼 每个月都搭乘40次以上的旅客 还有机会抽全勤奖 活动有18周 每周都会抽出菲利普万用锅 Switch主机及餐券等超值好礼 每月更有机会获得待审吸尘器 另于活动期间 每月皆搭乘达40次以上之民众 会加码抽出全勤奖 得奖者可获得所有奖品各一份 此外迎接暑假到来 供应处规划三条蓝色水路游城 不但能悠游穿梭淡水河 还能欣赏水路两岸丰富的人文及自然景观 行程的内容包含下午两点 会有老师去做一个路上的古迹导览 那接下来三点会在大道城码头 去做一个搭船到淡水 那同时导览老师也会随着我们搭船 然后随船去做一个沿途风光的介绍 不论是白天欣赏明媚风光 或是晚上享受璀璨的桥梁光雕 都让人鼠意全销 供应处提醒 由于船舶载客人数有限 建议提早网路预约 或事前和云音乐者确认 体验不一样的蓝色水路风情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不到